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这个有关病毒的问题 就是到底这白肺跟发烧是怎么样 我们曾经提到核酸回来 那核酸回来 它两个比较主要东西 就是比较实锤的东西 一个是在广州参加会议 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做核酸的一份通知 那在广州参加会议的时候呢 叫做百年变局会议上开始做核酸 所以讲这话的人呢 是个国内做汽车的一个老CEO 对不起 是国内的一个什么 不是做汽车的CEO 做汽车的CEO是来自于 是在上海被做的核酸 他是一个在 这个人本身是做的 那他就做了一段微博 抖音是微博 然后就发在网上 在讲述了整个这件事情 他参加会议在叫做百年变局 那百年变局读懂中国 结果上来先做核酸 上午做核酸 下午这个出 下午出结果 拍摄的人 从拍摄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有意被拍的 不是当事人本身 但是他就是为什么这么出来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质疑的 也就是说如果国内从封杀角度来讲 按道理这种视频是被编辑的 一个编辑的 有着专业编辑手法的 因为他有切换 这么一个专业人 所以代表着国内的一种反抗 就是反抗的心态 和人们那种精益的心态的做法 里面他有一些家里音乐 我简单跟大家放一段 会议刚刚完成注册手续 而我要参加这次会议 所要做的第一件工作 居然是做核酸 据说下午就 居然去做核酸 所以这就是在广州召开的 这个叫做读懂中国的百年变局 第一项任务 所以在证明我们这件事情就是 是真的了 就这么讲是真的了 第二个是在广州市的一个 广州市宣传的二号 广东广州市宣传 必须就诊人员 凭健康码绿码通行 这是 及其陪护人员 凭24小时 即日起 市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普通门急诊就诊人员 凭健康码绿码通行 新入院住院患者 及其陪护人员 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办理住院 发热门诊 尽可能做到 阴射尽射 阴开尽开 充分发挥前期 114家规范化发热门诊的作用 强化发热门诊 医务人员配备 优化后诊区设置和就诊流程 对就诊患者 开展核酸检测 和分级分类诊疗 等应 这是一个 这是广州市2号发布的 那2号发布 如果广州市这么发布的话 这就变成整个全市 所有医疗机构 那就恢复到曾经封城的 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封城 封城就是解封之前的基本故事 所有到医院全都分类 我听起来就分类了 发热的 健康门能否通过的 诸如此类 那这就是为大疫情做准备 那他们很确认的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很确认的认为 疫情已经爆发 这是在广州 大家注意到这是在广州市 那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 都是在天津 北京 大连 上海 那后来到了 到了这个 包括杭州 大概有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 是在广东 那就意味着从北到南 整个中国大陆 已经进入了大爆发的概念 起码他在预防的角度 他们在针对的角度 是这个角度去宣传的 这个角度去执行的 而他执行健康码的一切呢 是记日起 那时间是2号 那更可怕的是一个 我们刚刚刚刚刚刚看到 我我个人觉得 这都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故事 但是感觉更可怕 12月1号下午下午点钟 这个12月1号下午点钟 叫神州细胞 控股子公司 叫新冠疫苗 被纳入紧急使用 这是财联网12月1号 叫做神州细胞宣布 新的疫苗 这个被使用了 一下这个神州细胞呢 他的股票就涨了3.54% 他完全是针对新 这个新冠疫苗来的 那这里的这里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新冠疫苗 在这个恰当点上出现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他现在爆发的内容 不是啊 是支援体肺炎 为什么要出这东西 为什么要应景的出现这东西 11月3 我一再跟大家讲 11月30号江泽民死了 12月1号就开始出现核酸 健康码 新疫苗 这个大家 这个所有人都 这是我们之前节目中 讲得非常清楚 我跟大家这么 一旦这么解释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要明白 时间是个神 时间是个神 谁而在既定要发生的 他就一定会发生 那中共在掩盖如何如何 那是他自己的掩盖的概念 这是他自己的操守做法 但是呢 他的操守做法 从我们看到时间是个神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可以知道他哪一天要干嘛 哪一天要干嘛 就是人类是 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的普通中国人 我们将面对的人什么事情 将非常明确 所以12月6号到7号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爆发 12月6号到7号 大家将看到大规模爆发 在新闻的概念中 如果从那个角度上说 你往后算吧 你往后算28天 四个期 你再往后算 七个期 49天 你看49天 我没算过 你看 我就临时想到 你看看加了49天之后 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 那个 这个是很惨痛 很惨痛 我以为跑不了 陶哥说 陶哥还有什么日子 63天 七碰酒 77 21 28 七碰酒 49 这 那我看 我眼里 你就看这个故事 那谁都 我就一直说这话 谁都挡不住 谁都没办法 谁都挡不住 固定的时间讲 同样在12月1号下午点钟 叫新诺威 巨石生物新冠病毒 二节疫苗 在中国纳入紧急使用 对吧 这是 这个名字应该是来自于美国的吧 大概是 那结果新诺威的股票上升4.14% 那这就是第二种 他说 二节疫苗 是预防新冠病毒SARS2.0 SARS2.0 引发的疾病科威 所以SARS2.0是病毒 那新冠病 新冠病毒呢 是感染的疾病的名字 那第三种 生物新冠病毒变种疫苗 而纳入紧急使用 沃森生物变种疫苗 而被批准紧急使用 12月1号 公司与复旦大学上海叫蓝雀生物 合作研发的 在12月1号这天 收到国务院的专门证书 也就说12月1号这天 国务院知道 中共沙发知道什么 都给发许可证 那说药道病除 能否病除放一边上 但是呢 要出事 病来了 那国家要做出一种 国家要做出一种安排 预防是正常 所以我相信 再不相信 时间是个神的朋友 你就看这个东西 你不觉得害怕吗 你不觉得恐惧吗 涛哥明确跟大家讲 没有药能治的 真正出来 没有药能治的 那真正出来 只有那些 中国人退党 退团退队的 是一种解脱 其他没有任何药能解脱 没有任何药能够解脱 就像这种症状的反馈的故事 跟这种首尾相扣 有人说 涛哥这有什么首尾相扣 在去年的12月份 是完全解封 所有核酸 所有口罩都不要了 等到了今年12月6号 7号的时候 一切重新回归 整整一年 这就叫首尾相扣 所以中国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 在共产党的这种背负之下 那你说遭此劫难的话 是由你自己生命原由的 我刚才只是讲说 你只能靠退党退团退队 你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